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人山闯金营 我是叶石溪 来找文小柳 香楼大人 香楼大人 她是我的仆人是来找我的 你千万别伤她啊 石溪 别动手 电话 快回去啊 我要带她走 大人 大人 我已经是年代人了 没事儿 小伤而已 不要打她的鬼仲夜 她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 警察时 你是清水镇的平民 对陈荣义军并无恶意 先放你回去 曹明多谢大人 曹明回去以后 一定广为宣传大人的人爱之心 回家 大人 我们走了 走 快走 一个女子 一个高等神族 都在极力隐藏身份 有意思 你全人向下我都见过 可你只见了我的后辈 是不是亏了 你怎么不说话 你是不是嫌我话多啊 我以前一个人生活了二十多年 当时我得了一种怪病 心里害怕 不敢照镜子也不敢见人 就躲了起来 四处流浪 这一开始的时候吧 我也不怎么说话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 我发现 山里那果子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了 我突然就很害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害怕 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逼着自己说话 最夸张的是有一次 我逮了一只猴子 朱儿他跟我说了一天的话 结果那个猴子受不了了 直接用头 状言是要自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